第六百五十三集 林月然正在诧异叶浩轩跟她说话 是否能听懂 但是接下来令她诧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这只小猫从叶浩轩的肩膀上走了下来 顺着叶浩轩的肩膀走到了她的掌心 然后向林月然伸出了小小的爪子 她竟然能听懂人话 林月然又惊又喜地说道 她是灵雾并天地造化而生 所以她听得懂你说的话 叶浩轩淡淡地笑道 好可爱你好啊 林月然伸出了手去 和她的小爪子碰了一下 触摸到她柔软的毛 忍不住在她的小脑袋上抚摸了一下 我能养着她吗 太可爱了 林月然可怜巴巴地看着叶浩轩 不行 她属于灵雾 你养不了的 叶浩轩摇摇头 她说的是实话 这种灵雾会自动汲取天地的灵气 甚至有些人身上的生气也会汲取一点 如果不用术法干预的话 很可能会对林月然的身体造成伤害 哦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林月然有些失望地说 放了呗 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 叶浩轩道 啊 放了 一边的万如不由的大吃一惊 叶医生啊 这可是灵雾啊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你竟然要把它放了 它是禀天地造化而生的灵雾 不是我们用来提升修为的东西 它属于自然 再者 这东西训养不易啊 从古至今 拥有灵雾的人 哪个不是德高望重的大能呢 哎 这倒也是啊 嘿嘿 老夫的心境跟叶医生是差得太远了 自愧不如啊 自愧不如啊 万如向叶浩轩拱一拱手道 叶浩轩蹲下身 缓缓地把这个小东西放到了地上 然后微微笑道 去吧 你不能待在这里 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吧 小猫犹豫了一下 他转身看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向前迈出了小小的步子 走出了几步之后 又用询问的目光看向叶浩轩 似乎是有些疑惑 去吧 叶浩轩挥挥手 灵猫这才确定 叶浩轩是真的要放他走了 他冲着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抬起脚步 瞬间化作了一道白影 消失在人的视线里 这 这就完事了 林震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 刚刚的那只小猫给他的触动不小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公司这段时间接二连三的事情竟然是这个小东西搞出来的 没事了 他也是误闯进来的 他会找到自己回家的路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 哦 那就好 那就好啊 林震确定没事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对于这种事情算是举手之劳 叶浩轩当然不会去要报仇 他现在根本不是缺钱的人呢 林月然送叶浩轩回去 走在路上 他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在清园有住处吗 有的 叶浩轩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他总不质疑说自己现在和蓝林林住在一起吧 那样的话 林月然肯定会认为他出轨的 叶医生 你不会是金屋藏家了吧 林月然看着叶浩轩的神色有些异样 他盯着叶浩轩问道 没 没有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叶浩轩干咳了几声 可是他越是否认 林月然就越是正视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他冷哼了一声道 你最好没有 我是童童最好的姐妹 让我知道你敢对不起他的话 我切了你 叶浩轩苦笑不已啊 这些女人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好了 你的地方到了 什么时候离开说一下 我送你 还有改天请你吃饭 感谢你又帮了我这么一个大忙 林月然摇下了车窗 不用那么客气的 叶浩轩笑了笑 不用客气啊 那您请我吃饭行不 林月然说 行啊 什么时候去京城 我请你 哎呀快了 我这段时间忙完 就去跟我爸请几天假 去京城看看彤彤去 再见 林月然向叶浩轩挥挥手 然后就开车离开了 叶浩轩看着他离开 转身走到了美颜的分布 刚刚走进大厅 只见蓝林林 从上面走了下来 你听准时的吗 蓝林林笑道 那是当然 我怎么能让你在这里白等我呢 叶浩轩笑道 叶浩轩那边怎么样 蓝林林问道 还不错 跟京城那边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一户人员的素质都不错 只要清源的这家分院成功了 我想我们算是迈出第一步了 那就好 等过两天 我就把这里的事情交得清楚了 到时候就跟你一起去京城了 想什么时候走 蓝林林问道 随时都可以 不过我累了这么久了 在清源放松放松不行吗 叶浩轩反问道 放松 实话说 你在清源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妹子了 蓝林林脸色有些不善地说 没有 绝对没有 在清源 我只有你一个妹子 叶浩轩信实淡淡地说 扯吧你 你身上有股香味 是刚从妹子的车上下来吧 蓝林林 白了他一眼 那只是普通朋友 我去帮他个忙 他送我回来 就这么简单好不好 叶浩轩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你不用对我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蓝林林不屑地说 我 我比豆鹅还冤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说 那怎么没见下雪啊 蓝林林向天空一仰头道 好了好了 我的老婆大人 回去吧 叶浩轩笑嘻嘻地 揽着蓝林林的仙腰 走向了停车场 蓝林林现在已经把公司的事情交给副手了 她下午也不用去上班 和叶浩轩到清源一些地方游玩购物 一下午就这么快过去了 购物完毕正要提着大包小包的跟她回去的时候 叶浩轩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叶浩轩的手机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呀 打电话的估计是熟人 他接通了电话道 您好 哪位 医生 是我 宛如 话筒里传出宛如的声音 万大师 这么晚了 有事情吗 叶浩轩笑道 有点事情我不太确定啊 所以我想请医生帮忙过来看看 那当然没有问题 你现在在哪里 叶浩轩问道 啊 在城关县那里 这里有一座小山包 前不就考古队在这里探测出来 里面有座古墓 所以 那群打着考古 实则是盗墓的专家们 就把墓给挖开了 然后又遇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叶浩轩问道 对 打之情况就是这样 娘的 这座山上 有一家养殖户 养了上百头牛 它的牛平时呢 就在山上放养着 可是自从挖掘出来 顾墓之后 牛群惊了呀 跑得满山都是 找回来之后 又有十几头牛 莫名其妙的被抽干了些 没有查出来是什么东西吗 暂时还没有 古墓被打开了 现在的问题有些严重啊 进去几个人就晕几个人 甚至有位老专家直接断气了 啊 室内经探测仪勘查 没有那些有毒的气体 而且我给他们的服务也没有自然 很奇怪啊 我现在就赶过去 叶浩轩淡淡地说 这件事情是透着诡异 他得过去到现场看看 才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让公安局的人排车去接你 万如说 怎么了 兰淡淡问道 有公务要办 也好选孝道 公务 你貌似不是吃国家饭的人吧 兰淡淡淡奇怪地问 有一层身份 就是吃国家饭的 不过 我是属于只干活没钱拿的那种人 叶浩轩笑的 去吧 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了 兰淡淡说着话 钻入了车里 向叶浩轩挥挥手 然后就开车离开了 不一会儿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一名警察走了出来说道 叶先生 万导师让我们来诉你去城关县的 走吧 叶浩轩点点头 转身钻入了汽车里 城关县也是清源附近的小县城 上高速正常行驶的话 要一两个小时 一路上这名小警察拉着警笛 一路狂飙 一个半小时就下了高速 绕向事发地点 城关县城里 是一个古代遗迹的所在地 几十年前有一座旧城遗迹 被发掘了出来 不过到现在 还没法确定这遗迹 是属于哪朝哪代的 相关的专家查遍了资料 也没有翻出来 有关于这一代的旧城 而且发掘出来的遗迹很怪 不属于古代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筑 在城关县西南的一座小山包 有村民在山上搞养殖 平时倒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但这一次古墓发掘出来以后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要说跟这古墓没有关系 鬼都不信了 现在还有几名考古专家 还在昏迷步行呢 而这里的村民们 还在扯着负责人要说法呢 说这里的人发掘古墓 发掘出来脏东西的 那负责人正在焦头烂额地 跟这些村民们解释 赶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这里四周设满了探照灯 把这里照得是亮如白照 在小山东面 有一个被发掘出来的山洞 四周搭着帐篷等东西 还摆在这里 只是四周被围了起来 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清源政府对这件事情 是高度重视啊 军区一个连的部队 已经鹤枪实弹地 在那里驻扎了 现在有县城的相关领导 正在跟这里的村民们沟通呢 劝他们暂时搬离这里 因为这件事情 惊动了异学协会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谁也不知道留在这里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只是这里的村民们太固执 好说歹说也不走 关键是他们在这里养殖的东西 那走了之后 这些牛和羊怎么办呢 啊 叶医生 来了 看到叶浩轩走了过来 万如迎了上来 他身后还跟着几名 异学协会的成员 不过以叶浩轩的眼力 一眼就看出来这几个人 都是特勤分局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队成员呢 问道士 现在情况怎么样 受伤的人呢 叶浩轩问道 哎 都送到医院了 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醒呢 有位教授刚进去就倒下了 再也没有起来啊 遗体还没有来得及送走呢 万如像一个帐篷一直到 我去看看 叶浩轩走到了帐篷里 只见一张床上盖着一张白布 掀开白布 有位六十左右的教授 连骰铁 轻的在那里躺着 却是没有一点气息了 叶浩轩在他手上一搭 已经心知肚明 他松开手道 先送医院吧 假死 他这是失魂导致的 失魂 不像吧 没有气息了呀 万如吃了一惊 他体质不好 可能是墓里的有些东西 导致他失魂了 所以 才会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 不过没有关系的 回头我去帮他治疗 叶浩轩说着右手一念 一个盗掘遍及行程 他右手对着床上的人一指 然后便松开了手 万如惊奇地发现 这名刚被判定了死刑的教授 竟然又有了呼吸啊 这是呼吸式极其的微弱 快快快快快 送刘教授去医院 万如连忙吩咐一边的人 马上有几名医生 抬着担架走了进来 手忙脚乱地把刘教授 抬到了担架上 然后送上救护车离开 由于怕有突然的事件发生啊 所以在这里的 县医院的医生在助手着 为的就是防止有人晕倒 好及时抢救 医生 你感觉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啊 有位特勤局的成员问道 不好说呀 我得进去看看才行 里面现在什么情况 叶好轩问道 唉 刚到通道的尽头 有一个石门现在还没有打开呢 所有人只能到达石门那里 再向前就无法前行一步了 宛如达道 行 我进去看看 叶好轩点点头 进去 叶医生啊 那这件事情还是从长记忆吧 我进去过 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感觉到心神不宁 这里面估计是个少有的大家伙呀 宛如达道 没事 不进去看看 我也无法确定里面的东西 叶好轩笑了笑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冒险 宛如犹豫了一下 没事 我有自保的能力 就算是有什么突发的情况出现 我也有办法出来 叶医生啊 我们都是特勤局的成员 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有一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跟你一起去吧 遇到什么事情 也好有个照应 一名成员说道 对啊 一起吧 鱼医下的几名队员纷纷服议 那好 大家一起进去看看 不过 要留两个人在外面照应着 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 也好通知上级 叶好轩点点头 半个小时以后 大家做好了准备 在叶好轩的带领下 万如以及另外两名特勤局的成员 一起向洞口之中走去 有另外的两名成员留守在洞口 大家随时保持无限电联系 一走入洞口 一阵阴森的感觉便迎面扑来 这里面的阴气让所有人心中屹立 那两名成员的实力较弱 他们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同时心里微微地有些发毛 这种地方的阴气太重 虽然现在只是刚刚进洞了 但是大家猜测 里面的东西指不定是一个绝世的雄物 这必须要打起一百分的小心才行 这里之前被考古队的挖掘过 四周装满了白石灯 整个山洞是亮如白昼 山洞不算小 能容下两辆汽车并排 向里面走 越向里面走 洞就显得越宽敞 走了约十多分钟 笔直的洞口向右一拐 里面的情形有所变化 只见两侧的石壁上 刻着密密麻麻的壁画 有些地方用简单的壁画 刻画出一些人或者事情 似乎是在记录着什么 只是这种文字不同于大传 即使是叶浩轩 得到上古的思想传承 也不认识这字啊 这是什么字 叶浩轩诧异地看着那迎头大小的字体 哎 暂时还不清楚 之前的刘教授 就是把这些字体用录像录了下来 想回去后召集相关部门的人进行研究 但是还没有走出来就成那样了 哎 哎 万如摇摇头道 像是上古磕头文 叶浩轩道 磕头文 就是那种比甲骨门还要早的文字 万如微微地一惊道 嗯 八九不离时 叶浩轩点点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